我一旦罷了一旦罷了 很像男人 很像人 所以比较短的 我比較喜歡大一點 大家好 我是Fupein裁判 麻煩你了 其實我是現在心中是真的非常震驚的 就是因為有他們 這些創作者創作這麼多優質的作品 這個頻道才可以茁壯到現在這種程度 真的是非常感謝 謝謝 我們甚至當時為了吃河北小姐的豆腐 還特地做了一張新頻道那個時候 要那個還特地學了一下 特地模仿了一下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也是要做一個新的頻道 所以也是我覺得在心境上應該是蠻像的 一開始就會蠻好奇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河北小姐 會回到回歸業界呢 一旦こう辞めたんですけど その バレてなければ 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この仕事は だから バレちゃったことで 色々言われたりとかしたから そういうことを なんだろう もう 味わいたくなかったから やりた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こう だんだん自分の生活も 色々落ち着いてきた時に 夢を追いかけたいなって より強く思った時に ありがたいことに 河北斎梨花っていう名前 というか 応援してくれる人が たくさんい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れて それでもう一回ここで チャレンジしてみようかなって 周りの人もすごい好きだったし もう一回 ここでやってみよう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 あー わ、感動的故事 あ、感動的故事 感動的 ちょっと そういう話 我接下来就 蠻好奇一件事 就是說 河北小姐覺得說 復出之後的拍攝 跟第一次出道的時候 那個拍攝的心情上 どう想不意 やろう なんかもう全然違くて 我真的就做完事件じゃない了 我真的在家里在家里面上的营党 我只是在家里面上看著我 但我只是在家里面上的地位 我只是在家里面上的地上的地位 但我只是在家里面上的地位置 我只能和你一致的地位置 我只是在家里面上的地位置 我一回想要做了一段時間 我感到很想要的壓力 我感到要求 我感到要求你做的工作 我感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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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天就結束了 然後復帰的時候 都很不安的 很緊張的一天 其實這個心情 這個我覺得聽起來是最有 很有感觸的 就是之前的訪問 我覺得這是訪問以來覺得說 那個給出來的那種 心境是最豐富的一次真的真的 沒有在吹的 因為河北小姐這裡也是 第一次的海外活動 那這樣在來台灣之前 有沒有對就是 對台灣怎麼樣的印象 然後有沒有想要去的地方 或嘗試的食物這樣子 滿好奇的 嗯… やっぱり本場の小籠包 食べたいなっていうのが 中華料理が好きなので やっぱりご飯をすごい楽しみにしてました 那這段時間吃到的東西有沒有讓人 就是讓河北小姐印象比較深刻 うん 食べ物… 到着した日の夜ご飯を スタッフのみんなと食べたんですけど その日のレバーが… 喔…レバー なんかそこのお店が すごい有名みたいでレバーが… すごい衝撃でしたね 美味しいと思って… 那個… 韭菜炒豬肝 滿有名的 應該是類似的東西 喔… 因為那個… 那個算是日本最有名的中華料理之一 所以可以理解到 原來河北小姐很喜歡吃中華菜系的東西 那這個… 我相信之後 如果河北小姐還有機會再來到台灣的話 應該是可以嘗試更多有特色的料理 試試看這樣 那接下來就想要問說 河北小姐在日本跟台灣 都已經有跟熱情的粉絲互動過 河北小姐有沒有覺得說 日本粉絲跟台灣粉絲有什麼不一樣呢 でも… 台湾のファンの方が シャイ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恥ずかしがりやさんだったりとか もうなんか… 逆な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日本の人たちの方が そういう人の方が多いのかなって思ってたら 台湾のファンの方たちは 9割ぐらいガチガチになってましたね ん… え? 其實跟平常聽到滿… 因為… 因為其實滿多… 滿多女優她們都會說 台灣的粉絲比較熱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理由也是非常簡單啦 河北小姐太正大家看到都… 就是會比較… 一點… 真的… 真的… 因為河北小姐 不管是第一次出道跟復出到現在 那個… 所有的作品我都有看過 也都很喜歡 對… 因為我也收藏了好幾部 這邊又… 我自己會滿好奇說 河北小姐在這些作品跟拍攝過的題材裡面 有沒有最喜歡的角色或劇情這樣子 河北小姐姐 河北小姐姐 那這樣就滿好奇說 因為河北小姐說她喜歡的是劇情片 那接下來 河北小姐有沒有想要挑戰的主題或是角色這樣子 嗯… なんか結構… 我喜歡的系統是… 有點刺激的故事 但是… 一度也沒有做過的事 最近想到的 是… 生徒役的… 什麼… 學生徒… 喔… 我沒有做過的設定 一度也沒有做過的事 所以… 想要做什麼 對… 這個絕對是令人期待的啊 我已經… 信用卡準備好了 我已經… 我已經… 那因為我們有聽說過說 河北小姐以前是… 籃球員 那就是想說 我想問說 河北小姐現在還會不會打球 然後問說 在平場的時候 有什麼休閒思考可以跟我們分享這樣子 嗯… 嗯… 好趣… 一… 一… 好趣… 有… 沒有趣味 沒有趣味 但是… 多趣味 我們也沒有趣味 所以… 我想說 有趣味 是… 說的 很多東西 我覺得很喜歡 音樂 我有很多東西 聽到 很多東西 好聽到 我喜歡的音樂和舞台 也很喜歡旅行 我喜歡旅行 我會在日替里面 也會有很多地方去遊玩 我會有很多商店 也會有很多店舖 我會一直看見到的 我會喜歡 那這樣其實感覺就是 跟河北小姐交往的話 應該是會蠻有 就是可以一起討論要去吃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樣 但我覺得連回了 那這邊我就是覺得 應該是最多人好奇的 剛剛都講到約會了嘛 那我這邊就想要問一下 河北小姐 理想的男性類型是什麼樣的 想要先問這個問題 喔 なんか やっぱり最初は 見た目だったりとか その人の雰囲気で いいなって思うので すごく男らしい人 結構ガッチリしてたりする人 だからなんか細い人よりかは 結構大きくても私は好きで あとは なんかそういうちょっと怖そうな人が すごいニコって笑ったりとか 優しいところを見ると キュンとします でもなんかその 以前会った時 最初 まあマスクもしてるから 余計に怖そうなのかなって思ったけど すごく優しくて なんか嬉しいなって思いました 那我這邊就滿好奇說 河北小姐 如果今天是 理想中 就是說 男生對妳告白的話 比較喜歡那種 比較直接一點的方式來說 帶妳到什麼 很浪漫的地方 那就是突然跟妳告白這樣 會比較喜歡怎麼樣 なんか ドライブをしてて 車の中って本当に二人きりだから なんか普通に何気なくいるんですけど なんか 車の中が好きなのかな あの空気感が二人だけの そこでなんか突然言われたいですね おそっと 突然 突然這樣 突然這樣嗎 還是那個突然發生 排檔桿上面 有一個鑽戒 那種 這樣可以嗎 でも面白くていいと思います 那大家知道要怎麼做 他就會喜歡 その突然じゃないです 因為接下來就是 業界也會進入一個 風起雲友的時代 那河北小姐作為說 現在業界最頂尖的女優 接下來可不可以跟我們 透露一下說 接下來的目標或是企劃 可以先偷偷跟我們講這樣子 本月? 一番直近で 次に撮影があるのは ちょっと私が攻めるような作品 写真 スープ えっ えっ メンプヌー 何か そうなんですか えっ えぇ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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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一起拍攝 非常嬉慎 我們每次都支持 非常嬉獎 我們可以頑皮忠祐 再加上努力 我愛你 今天真的是我訪問你來 非常開心的一次 也是非常感動 我相信這也是這個頻道的一個里程碑 那再次感謝河北小姐來到現場 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她的作品 那今天的內容差不多到這邊 我是總統 我們下次見 掰掰